请收看秽律法师冯学讲座 但是至心心外更无别佛 如果你了解这个自己的心性 那么心性以外没有别的佛 所以经典说 凡所有相皆是希望 凡所有相皆是希望 又说所在之处即为有佛 你如果悟到 你现在就是佛 所在之处即为有佛 对不对 你只要悟到现在就是佛 不离当下吗 当然所在之处统统有佛 但是我们佛杀人都搞不清楚了 至心是佛 不应将佛理佛 不应拿这个佛心中的佛性 要理外面的佛 但是如果 但是如果有佛及菩萨相貌 如果你起了一个佛 以及菩萨的相貌 忽而见前 我忽然现在你的眼前 切不用礼敬 意思就是 不是意思就是 不是叫你不要礼拜 意思就是不要着相 说哎呀我修行很高 我见到佛 我赶快把他礼拜佛 那个也是你窒息显现出来的 记住 切不用礼敬 意思不是说叫你不要礼拜佛 不是 不要着相而礼敬 因为他写的很简单 意思就是不能找佛向现前 哎呦我就拜 那个其实是你心性 清静显现出来的相 现相见 这是很正常的了 见性的人心性念佛 他就见佛了 我心空极啊 恩无如是相吗 为什么 至架摩尼佛在金刚经里面 讲不可以三四二相见如来 佛根本就无相的东西 佛是无相的东西 是不是你就是念佛的阿弥陀 见到阿弥陀 那也是心里心中显现的自信弥陀啊 阿弥陀的艳丽 固然是一种真上言 最重要的还是你清静心所显现出来的 这笨如如是相 所以为什么不可以三四二相见如来 为什么空极的心性哪里 什么三四二相 就是八万四千相都没有 什么一相也没有 是不是啊 所以不要念佛 念到着相啊 着魔了 哎呀我见佛了 又发狂了 到第二天啊 一起来的时候到处告诉人家 哎呀我念佛见到阿弥陀佛了 我是怎么样有修行 你们有没有啊 没有了 就开始起教训了 我从今以后决定往生了 我不要念佛不要用功了 糟糕 若取向即是谋 若取向即是谋 师父在这个这个共修里面呢 就找一支冲入的开示啊 你千万不要见到佛 你就一直很知足 你就一直很快乐 就认为你生死没问题了 问题很大了 对不对 所以说啊 若取向就是某 哎 让他自然的见 不要管他 不要插他 哎 还是念你的阿弥陀佛 自信越来越清静 进落学道 若是万从心奇啊 即不用礼拜 即不用礼 为什么那心外佛嘛 礼仪者而不知啊 啊 这个知就是旁边写个字啊 如果理心外的佛 那就是不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这个知啊 就是知 智者而不理 有智慧的人 有智慧的人 那是不理外面的佛 他虽然每天在拜佛 可是本能理所理性空极啊 感应道教难思义啊 对不对 我此道场如地诛 对不对 我们以前都念过这个智者不理 有智慧的人 心就是佛 就算他在理佛 他也知道 能理的是空 所理的佛也是空 我有一心做 只有一心在造作 理了 理佛了 理心外的佛 就被魔所射 恐邪人不知啊 故作事变啊 诸佛如来 本性啊 啊 这个理体上面啊 本性的理体上面 都无如是相 相貌 所以再加一个 这本性的理 啊 理 如来 诸佛 如来 本性 理体上 都无如是相貌 啊 切须在意 一定要注意 但有一境界 切不用踩锅 意思就是 你但保持一颗啊 清静心 无所住心 一切心 通通放下 不要管他 你好好念你的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不要管他看不看到 你心灵的定 自然往上 却不用踩瓜 踩瓜就是摘取啊 啊 瓜 就是直 直取 收集的意思 啊 你不要 啊 这个这个 执着啊 踩瓜 就是你不要摘取 这个像 也不要执着这个像 一陌生 怕不啊 不要起这个害怕 恐怖的心 不要疑惑 啊 要千万要记住 我的心本来清清静静啊 哪里有这些像 如许就是如此 许多的相貌呢 不可以像取佛的啊 是不是啊